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讲出来 要分析出来 这个是我一贯的一贯秉持的目标 希望大家也是如此 那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讲题 大家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订阅 那这个以哈冲突或者是以巴冲突 已经20天的时间 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也两场施播讲解过了 所以今天我不会再深入这个 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怨 恩怨里面 其实最令让人心痛的就是 现在这个冲突已经影响到马来西亚 像首相安华他站的立场 站得太前了 让马来西亚从温和穆斯林国家 变成保守极端穆斯林国家 激进穆斯林国家 这一点是完全不应当的事情 马来西亚本来可以做桥梁 可以做回教世界跟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 但现在我们自己把这座桥烧了 然后加入到激进阵营里面 而且我们的激进是比很多一向来激进的国家更激进 像土耳其 我刚刚在新生活报的直播有讲到 大家可以去找新闻 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 刚刚昨晚还是今天早上 才讲罢了 哈马斯是恐怖分子 他做了这个恐怖袭击的行为 我们谴责他 可是以色列你对付恐怖分子没有错 可是你现在已经太over了 你不只是对付恐怖分子 所以你看艾尔多安 他现在已经是保守了 艾尔多安不是十多二十年前的 那个艾尔多安开明形象 我之前有一个讲题是专门讲艾尔多安的 从保守变开明又变回保守 跟我们的安华有一点像 有看过那场那个讲题的独有发个五 艾尔多安现在是保守派的代表 可是他还是一样抨击哈马斯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 并没有抨击哈马斯 并没有叫哈马斯释放人质 并没有去谴责他这种屠杀平民 然后去挟持人质的这种行为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我星期四的直播也有讲到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回去 如果有读有没有看到的话 但现在更令人担心的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进入到学校 在今天这个照片各种各样 学校老师学生在拿枪装扮成 这个圣战士或者是哈马斯 武装分子的照片流传之前 其实前几天这封信就已经传出来了 这封信是教育局发给全国州教育局 跟他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办一个星期的 听巴勒斯坦的活动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学校啊 不管是什么源流啊 不管是什么学校 只要是政府学校 小学中学 师范学院 技职学院 你看里面也有讲到 都要举行这个活动 要举行 当然在这封信出来之后 包括今天 广为流传的 Sitika Sim也流传 媒体也已经报导 很多人都share给我 有几十个人share这个照片给我 其实我早早 当然就已经收到了 我跟Sitika Sim也有在同一个group里面 所以他发出来的时候 我一早就收到了 但还是很多读友发给我 所以在这些照片广传了之后 这个疑虑就更加深了 你政府还去推波助澜 还叫大家去举办这个活动 你是不是在鼓励他们 其实你看回这一封信 我们要就事论事 该骂的骂 该赞的赞 这封信在我画图的那一个 政府说是必须要举行 所以那些政治人 尼可敏也好 安花也好 说不强制 这个是废话来的 就像是那个大专的演唱指南 跟你说不强制 可是你作为参考 是一样的 废话来的 你是高教部 你跟大学校长讲 我叫你参考 大学校长要听命于你的 他可能去忤逆你 所以那些说只是鼓励不强制 是废话来的 因为校长要明哲保身 所以在Facebook上 已经有很多华校的家长发出来 我们学校突然有一个特别活动 要学生来参加 没有讲是什么活动 是不是这个活动 已经有学生的家长 开始有这个疑虑了 所以这是不应当的 这个是不应当的 但是我刚才说 有一说一 这一点我们要抨击政府 你去强迫学校 去举办这种很错综复杂局势 尤其包括小学 你中学还可能可以了解 以巴问题 以巴局势 但是老实说 刚刚我在新生活报有讲到 很多成年人 甚至老年人都不能够了解这个课题 你怎么能期望学生能够去了解 所以你最后 必然只是诉诸民族 诉诸宗教 或者是诉诸 煽动这种的方式 来在学校来举办这个活动 这个其实是荼毒我们学生的心灵 所以这个我们绝对要骂 但是其实在这封信里面 下一段大家有没有看到 第三段的时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教育部他也有意识到 举办这个活动 很可能会变成极端 变成aggressive 变成extreme 所以他特别强调 你们办这个活动 他跟周教育局讲 你们办这个活动 要以人道为出发 要以和平为出发 不要aggressive 也不要extreme 所以这一点 教育部是有意识到的 我们要给他一个credit 但是错还是错 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对学生而言是太过复杂的 然后你硬要他们表态 他必然会变成aggressive 会变成很emotional 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现在流传的照片 这个是老师来的 我把 其实大家不应该把这些照片 没有马赛克丢放出来 尤其涉及这些学生 所以我特别马赛克了 学生的脸我马赛克了 老师我也马赛克了 拿着这样子枪 来这样子公开演示 然后叫学生也演示 你看这张照片 刚刚这个是从video上面截图下来 这个是巴汉的学校 不知道是哪一间学校 可能有独有 是巴汉人看到这个校会 可以知道是什么学校 但是这个是巴汉的 这一间你注意看 后面国旗旁边 中间那个是slangor的周旗 所以这个是slangor学校的 然后这一张又是另一间学校的 不知道是哪一间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情况是 教育部所要举办的活动 其实还没有开始 它是下个礼拜 但是很多学校 刚才你看那封信 教育部叫周教育局举办 是10月29号到11月3号 但很多学校已经自己先开始举办 这个关于深圆巴勒斯坦人的活动 至少在slangor在巴汉 已经有学校这么做了 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有 另外一个video流传 是在几大洲的 在宗教学校 宗教学校 他们点火射箭 去射以斯列的国旗 有看到这个影片的独有 可以发个5个 上个礼拜我有看到 可是我来不及街图了 要找回去 上个礼拜的信息也很多 已经有人发给我了 所以在学校 在教育局还没有叫举办的时候 其实这种深圆的活动 已经遍地开花了 而且已经擦枪走火了 已经是以这种aggressive的情况 以这种extreme的情况了 你教育部不只没有阻止 不只没有对付 不只没有压制 你还特别出一个信 叫大家去举办这个活动 那你是不是跟这些 你要知道两个活动是不一样 一个是学校自己举办 刚才那些照片 另外一个是教育局主办的 教育局主吹的 现在教育局主吹的这个 是不是在推波助澜 这个就是我标题上所写的 在推波助澜 这些之前的学校的行为 那你教育部已经意识到 这个活动是不能够aggressive 不能够extreme的 那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 那你尼可敏和安华还说 不强制我们鼓励你去做 那不是大错特错吗 他已经aggressive 已经extreme了 你还叫大家去办 还鼓励去办 所以这个是完全完全错误的事情 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 包括刚才那些照片 我绝对同情巴勒斯坦 我也支持巴勒斯坦 有follow我的独有都知道 我是认同 以色列在齐亚巴勒斯坦人的 以色列得寸进尺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至少肯大是不认同我的 肯大刚才也tag我 我以为他要骂我 结果他是 我说他胖他不爽 所以他tag我了 以下我有去看一下 但肯大是支持以色列的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 但是我的看法 一向来是不会躲躲藏藏的 我觉得要帮助巴勒斯坦 我觉得要推行两国方案 我觉得以色列在得寸进尺 在压迫这些弱势 你有钱 你有权 你有武器 你就欺负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也正因为是你的欺负 才造成这个反抗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极端 但是我不同意这种 推波助兰仇恨的情况 我们要想要解决这个方案 就要把仇恨减少 但是很可悲的是 不管是哈马斯 还是以色列 都一直在制造仇恨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停下来的 你一直在制造仇恨 这个仇恨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加深 这个课题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我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是直接讲我很悲观 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人 尾巴冲突这个课题可以解决 我甚至讲 我们这一辈子 这一世人 在人类灭亡之前 尾巴课题都不可能解决 除非我们人类灭亡 我真的是很悲观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大家都一直在加重这种仇恨 所以你现在还叫 你已经看到 这个深渊巴勒斯坦的活动 已经失控了 你还一直鼓吹大家去做 你是不是为这个仇恨 在家伙添财 让它烧得越来越猛烈 让这个球 越滚越大仇恨的火球 你看这些小学生 就拿着枪 在那边耀武扬威 枪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杀人 枪的出现 枪从以前的神仙枪要拉的 你点了火 要拉一下 所以你后来又要从前面 天子弹 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他们叫鸟头 打鸟的 因为速度很慢 你拿来打仗不行 然后一直进步 到机关枪 到这种火箭 各种各样的杀人武器 它为什么越来越精进 老实讲 你拿100年前的枪 来你都可以杀人的 那为什么它 一直在精进 因为要更有效率的杀人 要可以更快的杀更多的人 更有效 更快去杀人 这个就是武器 唯一存在的目的 那你叫小学生 拿这个武器杀人的工具 在那边耀武扬威 然后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对的事情 你在灌输什么思想 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教育部应该阻止 很可惜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一方 有谁站出来反对 这样子的行为 杀劳月有 杀劳月的政治人物 包括张建仁 之前有上过我们直播的 YB 他讲我们杀劳月 不会跟随 这不是强制性的 我们杀劳月 可以有选择权 问题是 YB 张建仁你这样子讲 你是不是意识到 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那为什么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你只顾你自己杀劳月 你只顾你自己古境 而且你说的是选择性 意味着学校要办 还是可以办 所以 没有这个问题 更何况 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体的 如果这个东西是错误的 你应该要阻止它 应该要发生 所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最可悲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我们没有反对党 我一直在讲 现在没有反对党 因为你在保守 你在单元 你推行这种宗教政策 反对党 现在的反对党 国盟是不会反对你的 你越保守越好 因为我永远都可以 比你更跨境一步 其实你越保守 你就是越帮我 向回教党 安华 讲了50分钟 慷慨激昂的陈词 我星期四的直播有讲到 声泪俱下 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讲我因为 占了这么强硬的立场 欧美国家 动言威胁 要制裁我们国家 但我不怕他 做hero 讲得很好 可是回教党可以 在国会挑衅你 APEC不要去 你讲到这样厉害 没有实际行动 我们背歌APEC 安华敢背歌APEC 到现在不敢 所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你去竞争保守 竞争极端 你永远是输的 因为他永远可以 比你更前一步 你要被制裁 他们挑战你 谁要制裁 你讲出来 我们去跟他抗议 你有什么理由要制裁 我们是你错 对不对 这是回教党的立场 美国在帮着以色列 我们背歌APEC 亚太峰会 我们背歌 所以你越去竞争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点必须要明白 而且在野党 他们会很高兴 他不会反对你 所以政府在保守政策 在宗教政策之上 是没有hand black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阻止他 没有任何人制衡他 所以最令人担忧的是 本来应该发生的 没有发生的 马华不敢发生 行动党不敢发生 公正党里面的开明派 不敢发生 这个是现在最可悲的进步 只有像我这样子的评论人 也不是每个评论人敢讲 因为你批评政府 像龙哥刚才跟我直播 他也直接讲 很可能会受到对付的 你做生意 政府随便来跟你 嘎吊一下 你就会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评论人 不敢直接讲 很多评论老百姓 明哲保身 行动党都不敢讲 我们讲来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东西越演越烈 因为没有人在hold the bag 他一直往前冲 会越来越保守 这就是为什么 不管多累多忙 看我的黑眼圈 其实我昨天睡得很好 昨天是这两个月睡到很好的 但是确实还是很忙很累 我还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有一位YB直接跟我讲 我不说是谁 YB直接 YB讲 国会议员讲什么 他讲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现在是唯一的反对党 除了你 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成为反对党的 就是新青年 可是新青年的受众 比我低很多 关注他们的人很少 所以真正在 Effectively 华人开明派 在监督着政府的 我罢了 当然City Kasim也是 可是他不是华人 这位YB讲 是华人的反对党 所以我们不应该 让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要让本来开明派 拿了我们选票的人 为我们负责 你不能叫保守派 像有一些人去鼓吹 你骂回教党了 Hello 这个是回教党 一直走的路线 他走这个路线 越来越给他强大 我们本来都没有支持他 你去骂他 他会理你吗 他不会理你 但我们要不要骂 还是要骂 可是真正可以制衡这个情况的 不是回教党 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 我们要找会给这个情况 伤害到的人来负责 而这个人是拿我们选票的 是拿着开明派的选票 去吃香荷辣 去做政府的 公正党 行动党 陈信党 西蒙 你要出来交代 可悲的是 没有 像这个课题 尼可敏还出来洗地 今天三个课题 都要骂尼可敏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讲真的 尼可敏也很可怜 路兆福组内 尼可敏对外 这个是 他们尼路两个人 接班行动党之后 就安排好的班子 你看国会领袖 是交给尼可敏去做 所以这些课题 路兆福都不出声 我不要讲 我专注我的交通部就可以了 把交通部做好就可以了 但交通部也做得不好 这个 路税纸的课题 以前骂魏家祥 骂到飞天 你一个路税纸的课题 都解决不了 现在 平民老百姓 普通人已经不需要路税纸了 可是商用车辆还要 结果 只剩商用车辆 强制要这个路税纸 你都依旧供应不足 像以前你骂魏家祥的话 是不是要自己吞下去 但是路兆福很明显 除了行动党的事务 除了交通部的事务 其他事务我不知道 我不评论 我要回去讨论 所以敢讲 喜欢讲的人 也有职责要讲的 就是尼可敏 可是尼可敏 因为 底下我们会讲到 因为各种各样的撤走 因为安华不重视 安华根本不顾你 我去找回教党谈 我也不用跟你打声招呼 我要关莱纳斯 我也 我要给莱纳斯延长执照 也不用先跟你讲 就是要给你出草 反正你也不会咬我 你也不会骂我 所以 尼可敏会一直被骂的情况 就是如此 原因就是如此 因为他一直出来讲 在这个课题之上 也是一样 他说不强制 只是鼓励 其实就是废话来的 所以 大家 爱尼可敏 要去骂尼可敏 要给他知道 你们 兄弟 你不能再这样搞下去 尤其是现在霹雳州 你看安华 对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 这么丧心 甚至 要让我们国家 陷入万劫不复的情况 被制裁也不怕 你知道被制裁 是什么情况 你看一下古巴 你看一下伊朗 伊朗古巴 被制裁之前 还有朝鲜 朝鲜被制裁之前 你去看他的GDP 五六十年代 朝鲜的GDP 是韩国的两倍 可是他们一被制裁之后 国家就完蛋了 因为欧美不跟你做生意 欧美不把这些原材料 不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卖给你 所以古巴到现在 他们的车 还是四五十年前的车 在大街上跑的 绝大多数都是如此 原因就在如此 然后安华跟你讲 我不怕制裁 这个不是叫我们人民去死吗 我们经济已经这么糟糕了 可是安华自己选区 新村 拱门新村 华人新村 他们的农业地被强征 要赶这些农民走 这个课题 安华到现在还没有发生 尼可敏到现在还没有发生 尼可敏是霹雳州的 拱桥就在 大宜宝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最可悲的情况 所以拜托 大家站起来 给政府知道不要再晋升了 不要再明哲保身 要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的意思就是 不要强出头 不要去批评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我比大家更有理由去明哲保身 我活得很不错 我在纳吉时代读大学 国阵时代 不是纳吉时代 阿布图拉时代 读大学 然后纳吉时代 开律师行 活得不错 为什么我要骂政府 为什么我要换政府 我跟行动党家 朋友帮他们站台 他们也一直拉拢我进去 我秉持不要参政 我就算不参政 我不骂他们 随便一些好处总会有 比如他们 有人要 有什么人要找律师 要做生意 他们政治认识很多人 介绍给我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要 该骂的就骂 希望大家不要抱着 这种明哲保身的心态 因为很多事情 发生了之后 就没有回头路 如果马来西亚被制裁 这是一个骨牌效应 当然 老实讲 你问我 马来西亚被制裁 很遥远 安华是不是讲真话 也没有人知道 我星期四就已经讲了 安华自己讲 有人要制裁他 所以回教党也在问他 谁制裁你 你不要车大炮 自己当英雄 以前的首相 有没有会被制裁 安华是不是讲真话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的 马来西亚在继续这样子极端走下去 往这个激进方向前进 现在我们占到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比土耳其还要更前线的情况 你说西方会怎么看我们 所以这可能性有在的安华不应该去赌 不应该去觉得我们保守穆斯林这么久了 我们现在激进一下他们不会怎样的了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是错误的事情 不要用结果来论证 我们因为结果发生 我们是不会知道是好还是坏的 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就做对的事情 那安华是说错的 我们就要跟他讲这是错的 不要等到结果出来 用结果来决定 比如他做错的事情 可是结果是好的 你就说你做错的这个事情是对的 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 如果这样子你就变成了一个投机分子 你完全不顾对错 所以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个入侵校园的活动 我相信本来我投票 投票是要设立这个课题的 就是入侵校园之后 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马来西亚没有救了 因为很多读友发给我说马来西亚没有救 可是我没有 最后没有把这个问题名义调查发出来 因为我觉得90%的人都会觉得马来西亚没有救了 所以一变倒的不用问了 然后我又临时想不到有什么好问题 所以就没有做民意调查了 今天没有民意调查 所以关于这个课题 我的看法就是如此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抱持这样子的想法 去监督政府 对错才是最重要的 利益先放一边 你一直做对的事情 利益好处自然就会来的 这是我一直所深信的东西 你不要去为了追求利益 不顾好 是非黑白对错 最终反识的一定是你自己 这一句话也是讲给行动党 我有去帮民革命站台的 11月19号投票 11月17号晚上我在 迪宝 当时很多独有很多铁粉有出息 几千人的台 两三千人 隔壁的主屋都占满人 可是该骂的还是要骂 所以希望大家抱持一样的立场 东马赶出生 Jeff做无做博 我不会讲福建话 东马出生 他们是明哲保身 只为了自己出生 包括底下第二个讲题 我们要讲到的 像刚才张建仁 讲的 我们沙劳月可以不办 可以不办 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他保护他自己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当马来西亚在回教化的时候 你沙巴沙劳月是无法明哲保身的 当马来西亚整个沉沦 我们的经济下滑 你沙巴沙劳月也是不能独善起身 所以希望张大大张建仁 YB张建仁可以 不要只是在从沙巴沙劳月的角度 这是我一直所讲的 包括为什么我一直支持明星党 支持Safi'i东西度 就是来马来亚 因为你不能只从沙巴人的角度 来看事情 只从沙劳月的角度看事情 我们西马人也不能只从 西马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了 但要专门讲这个课题 又是一个独立讲题了 我今天就不讲 时间也太长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影片 神奇八手 带你进入全所未有的新体育 Gintel S6 Plus 首创八手阿法 八手同步为你按摩 探索極限 让我体验独一无二的按摩享受 Gintel S6 Plus有生意 开启你的健康之旅 Gint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